在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 有一件是北京市检察机关 多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按照法律的规定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那这条法律是怎样 从纸面走到生活中的呢 2021年8月 北京市检察机关 对全市209家市级及以上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80余家区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逐一的进行排查 发现有40多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存在向未成年人 收取门票的情况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44条第一款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图书馆 青少年工 儿童活动中心 儿童之家 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北京市检察机关 公益诉讼部门决定 根据2021年6月1号实行的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依法履职 这个条款可以说 一直处在沉睡的状态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明确规定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 涉及公共利益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我们针对行政主管机关 来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话 这个行政主管部门 管辖的这个区域内 那么所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他的职能的旅行的一个情况下 就可以解决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不管有这个区域内有多少家 都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 怎么开展行政公益诉讼 针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类型不同 主管单位也不同等问题 检察机关做了大量详实的调查工作 精确地确定了每一个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主管部门 通过我们的这个磋商 有的行政机关真的是大力支持 就是了解到了未报法的规定 也了解到检察机关的职能的话 他们非常的配合 就是积极主动地去要求 辖区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进行整改 非常就是迅速地去解决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了解决了这个问题